轻盈的旋律和撩人的歌词总是可以打动人心 罗大佑作为乐坛的风向标 在瞬息万变的娱乐圈中 他更像是一个符号 一个音乐做到了传说的人物 给每个人的心灵注入了不少的关心和力量 这样的一位乐坛歌手 只有去了解他的过去 才会明白罗大佑在乐坛中为何有如此高的地位 罗大佑不仅仅有着事业上的辉煌 在《滚滚红尘》中还有四个女人 起到了一定性的作品 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 其实歌声可以打动人心 更多的是感情上的丰富多彩 而罗达就是一个感情很细腻的人 创作出来的童年 《滚滚红尘》等作品 每个人都可以哼唱两句 可以说是音乐上的鬼才 很多人都不知道 罗大佑从小出生在一个名医世家 这样的环境下 家人从来没有想到 在未来的某一天 她会在音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母亲在她的童年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虽然是医学世家 但是父亲从小就给她买了一架钢琴 那个时候的罗大佑仅仅五岁 但是每天都要练习三十分钟的钢琴 其实老一辈的人都会将自己的未完成的梦想 渴望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实现 罗大佑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那个时候她玩心很大 希望多出去和自己的好朋友玩耍 但是常常被父亲叫回来 坐在钢琴面前去熟悉 练习钢琴成了她童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从最开始的排斥到后来的慢慢喜欢 这是一个过程的改变 不知不觉音乐已经成为了她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埋下了一颗艺术的种子 而罗大佑也有着很高的音乐天赋 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尝试创作编曲 在父亲看来 音乐只是培养她的兴趣 最终还是要跟着母亲行医救人 高中毕业后 罗大佑进入到了中药学院 那个时候枯燥无味的生活 音乐成为了她感情的诉说 入学后不久 她便给相仇四孕谱了曲 似乎冥冥之中 就注定了她未来要走的路 1976年的一个电话 改变了罗大佑的一生 这不仅仅是对她的能力的肯定 也坚定了未来道路的方向 当时闪亮的日子副导演 想让她帮忙谱写电影的插曲 这样的邀约让罗大佑欣喜若狂 虽然并没有十足的肯定 自己的音乐会不会被录用 但是她知道这是一个机会 用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废寝望时地将词曲打磨了出来 而导演看到成品后 出乎意料地开心 她成功了 自己所有的作品都成功入选 这样的经历让她进入到了音乐圈中 在这个时候 也认识了电影的女主角张爱佳 一个是学校读书的才华青年 一个是刚刚进入演艺圈拼搏的女演员 两个人初次相遇 给对方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那个时候 罗大佑还在经营着自己的校园爱情 而张爱佳则认识了一个 比自己大16岁的二婚男人 都说娱乐圈中的婚姻 如果眼睛血亮 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 嫁给一个有能力的人 可以帮助自己事业上发达 这个16岁的男人 就是张爱佳眼中的跳板 不顾家人的反对 选择和其结婚成为了夫妻 而罗大佑和通宵的女生夏志仁 青涩懵懂出场爱情禁果 到后来七年情段一别两宽 到最后留下的是美好的回忆 和一首《练曲1980》作品的问世 罗大佑毕业后 一直没想清楚 自己未来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继续做医生 还是追求心中的梦想 好一阵子下来 他决定进军到乐坛中 这里的机会很多 资源也非常广 相比较枯燥无畏的生活 富富多彩的人生 才是他的向往 自此 他以音乐制作人的身份 为张爱佳打造了童年专辑 几年的接触下来 张爱佳被这个男人征服 因为他的创造力和才华 深深地吸引人 就算自己已经结婚 但是还是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 而罗大佑也是在张爱佳的事业上 起到了一定的程度 经典曲目 一手接着一手 罗大佑对张爱佳有着深厚的感情 但是男人比较灵性 相比较爱情 他更沉迷于自己的事业 当张爱佳发现自己没有音乐重要的时候 选择了离开 多年后 两个人都功成名就 被问到为什么选择离开 张爱佳声称 我们一起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爱情 可是到了一定的时间 他的思维就开始转移 事实上 罗大佑对事业非常的专一 但是在感情上 并不是一个专情的人 他的歌声 有个人的小情小爱 也有不一样的社会问题 可以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不少人将他的音乐视为良心 但是当时台湾的时局很紧张 他创作的音乐非常敏感 很多歌曲都遭到了禁止发售 而物以稀为贵 激起了很多人的购买欲 想要看看是什么样的作品 让罗大佑遭到了禁止发售 而恰恰也是这个因素 让他一战成名 在这个时候 罗大佑也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三个女人 李烈 两个人从好友的位置 晋升到了情人 十余年的阔别 让罗大佑创作了恋曲1990 也是因为这部作品 他的事业走上了巅峰 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 李烈的心中希望找一个 如父亲一般疼爱他的人 但是和罗大佑的接触 让他没有这样的感觉 罗大佑更像是一个孩子 需要迁就包容 这样他感觉非常心累 角色的转换 本应该被疼爱的人 却成了疼爱别人的人 爱情长跑11年 李烈硬着头皮步入到婚姻当中 结果仅仅只是一年零九个月 两个人就分道扬镳了 这段感情的失败 让罗大佑公开表示 自己这辈子都不会结婚了 但是没过多久 一个比自己小13岁的圈外人 Alena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 像一股暖流一样 让他找到了久违的安全感 虽然Alena没有障碍加优秀 也没有李烈的出色 很平凡的一个女人 打动了他的心 两个人2010年 步入到了婚姻当中 婚后Alena说想要一个孩子 一向丁克的罗大佑 居然答应了 58岁两个人迎来了一个女儿 这个曾经的亡者 推去了所有的光环 成为一个平凡的丈夫 一个女儿奴的父亲 这也许就是她想要的生活 平平淡淡的一家人 并不是万众瞩目下的 崇拜和秀恩爱 其实专情和多情 在遇到的对的人面前 都是附加条件 一个真正爱你的人 会为了你改变所有的一切 不管曾经是什么样子 Alena就非常的幸运 对的时间就遇到了 沉淀下来的罗大佑 爱情的力量真的很伟大 罗大佑终于迎来了一个 让她不顾一切去爱的人 一个幸福平淡的小家庭 在华语乐坛 罗大佑与王妃是最具有 传奇色彩的两个名字 一个是音乐教父 一个是华语天后 多年来我们看到这两个人 基本上没有任何交集 基本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 我们知道 罗大佑最擅长成就天后 从张爱佳 苏瑞 陈书画 奇遇 到邓丽君 潘岳云 陈慧贤 凤飞飞 合作过太多女歌手 唯独跟王妃 似乎扯不上一丝关系 原来 他们并非没有交集 早在三十年前 这两个人经历一段 从相识共事 到分道扬镳的故事 也许 正是这段 并不愉快的故事 造成了后来的结局 我们今天 就来回忆一下 这段发生在 两个传奇之间 却并不传奇的往事 王妃自1987年 移居香港 开始拜师戴思聪 学习声乐 1989年 王妃在香港 以王静文的艺名 签约出道 经济约 签在陈建天的 Kins Musicland 而唱片 签在新艺宝 王静文 成为了 比昂的小师妹 同年 她推出了 首张个人专辑 王静文 到1990年 王妃又接连发了 两张专辑 三张专辑下来 也还是有一些水花的 但始终没有较大的起色 香港人一时 很难认可 这个北京大姐 1991年 因新艺宝 高层变动 新来的总经理 对一直不红的王妃 没有她的热情 同时 经纪人 陈建天 也有意离开香港 去内地开拓市场 就在这个时候 刚从美国回来的 罗大佑 在香港成立音乐工厂 正在积极招揽人才 而且 罗大佑 倾向于会上国语的歌手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陈建天 以200万的价格 把王妃的经济约 卖给了罗大佑的音乐工厂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